大家好,石虎兰又分春石虎和秋石虎 那么春石虎和秋石虎在建在9月秋季应该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正是秋石虎的花期 那么秋石虎的花期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开花呢 我们主要是要给它蒸湿磷甲肥来促进它花芽根化 磷甲肥可以用花多多2号或者是磷刷青甲给它页面喷湿 如果是正在开花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保证这个水分的供应 然后保证通风适当的光照不要过强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呢就能让它正常的开花 而春石虎这个时候呢它不是花期 但是呢它之前呢已经长出了比较多的这个新枝出来 那么现在入秋呢又是它的一个快速生长期 我们这个时候主要是要蒸湿磷甲肥来促进这个枝条的老熟 让这个枝条能够尽快的成熟 所以用肥的话呢也是以磷甲肥为主 用花多多2号这种高磷甲肥 但是呢又不缺氮的肥料就可以了 适当的氮肥有力在生长 而高磷甲肥呢可以让枝条能够尽快的老熟 那么在入冬天气寒冷的时候呢 这个枝条才能够抵御寒冷的冬季 那么在入春之后呢才能够尽快的分化花芽开花 所以总的来说不管是春时或还是秋时 或这个时候的用肥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以磷甲肥为主 那么一个呢是促进花芽分化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促进这个枝条的老熟 为春季开花做准备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